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年的羽化神仇果然恐怖 肯定养出过真正的唇邪祖虫 他们开始分赃 怕在祖庙中有闪失 每一个人都带了一些晶莹的神软在身上 小心翼翼地收起 天皇子 华云飞 李小曼呢 他们回头再想找这三人算账 早已不见踪影 全都趁乱逃走了 既然他们进来了 早晚会遇到 话说他们该不会也是为了五色祭坛吧 庞博惊疑不定 众人变色 赶紧走 此地是羽化神朝的祖庙 为最高神圣之地 不仅有古之圣贤的感悟 还有一切机密记载 多半可寻出羽化经文来 而叶凡最为担心的是其他人杰族仙灯 在神庙内寻到五色祭坛的种种文字客图 要是因此而成功横渡星域将战火引到地球 那将是一场灾难 他们连续闯关 小心避过各种麻烦 来到了第21层古庙内 总共有36层 至于一座座古殿 以及一个个小世界那就多不胜数了 断得捣鼓 有点不对劲啊 以前他准备了很多材料 认为进来后一定会碰到鬼物 然而所见都是有生命的活物 他们不断穿行 很快就来到了第27层 越发觉得有些不对头 竟然是一路坦途没有任何危险 当他们踏入第28层庙宇小世界时 虚空无声地破开 一把金色的神剑力劈了下来 直指叶凡的眉心 天崩地裂 威势惊势 快到了极点 传世圣兵 有人按捺不住了 动用了这等恐怖的兵器 要进行袭杀 且此前没有任何的波动 几乎避过了所有人的灵觉 地狱镇魂塔充起 他雪白晶莹 那时候为杀圣作画 所留下的五块道骨精华 铸成威力无穷 当场挡住了金色的神剑 同一时间 齐罗逆天而起 消失在了虚空中 追杀了下去 传来一阵铿锵之音 不多时 他回来了 并未如上次那般 提回了一颗燃血的头颅 敌手抛掉了 那道金色神剑中 有杀圣的一道元神 众人都是一惊 圣人不显化 却将一道元神 入主金色圣兵中 传给手下的王者 这也是灵力的杀法 人们对齐罗越发的看不透了 他恐怕随时都能成圣了吧 不过这是好事 让他们更加有底了 不久后 他们谨慎前行 来到了第三十层妙语小世界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认真讨论后 一致认为 四大神朝与遥光圣地 多半早就进来过了 神妙 该不会被他们搬空了吧 不会 他们似乎只不在此 没有深入 段德取出他的那块神景 德自古墓 以人族大圣的鹅骨打磨而成 能还原出一些场景 透过古镜 可以看到一些模糊的人影 再次徘徊良久 而后嘴中离去了 这么说来 真正的危险 在最后这六层古庙内 连他们都没敢轻去妄动 想借天下人之力 通向第三十一层的石门 紧紧的闭合 里面仿佛有洪荒猛兽 像是连接着幽冥 透发出一缕缕诡异的气息 不太对头啊 他们琢磨了良久 而后远远的退开 以一柄神锤 撞开了石门 向离望去 前方一片黑暗 竟有雨声传来 像是一个真实的大世界 夜雨中 有一道道模糊的身影在走动 有活着的东西 那是什么 里面很诡异 天眼通都竟被克制 似有秩序神联 密布虚空 大雨磅礴 几道血色的闪电 交织在夜空 照亮了里面的一切 让他们全都变了颜色 灯灯灯到腿 快速闭合上了石门 这是怎么回事啊 血色闪电照亮的夜雨中 道路泥泞 他们见到几队身穿 古老甲筑的士兵 手持黑色铁戈 战毛等 在巡视 姬子月说 那是二十几万年前 羽化神朝的天兵甲州 他们是所谓的天兵 美眸闪动不可思议的身材 来此前 他在姬家藏经阁 查阅了各种资料与典籍 见到过这种甲州 所有人都呆住了 你们发现没有 我们进来后 见到的都是活物 难道说哪些士兵也是 不对劲 很不对劲 段德摇头走来走去 我在一座远古大墓中 发现一段诡异的记载 说当年羽化神朝是自己结束了统治 非他人灭亡 要在暗中进行一件逆天的大事 难道是真的 段德的话让人惊悚 弱大的一个神朝 怎么可能自己放弃统治 坐开亿万里江山烟消云散 不符合逻辑 你们别不信啊 反间的一切算得了什么 他们的计划若是成功 可能会举教飞鲜 无良倒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 按照他所见 那座大墓中的石壳 尽管很悔涩 但还是可以明了最后的结局 欲试最终会欲化飞鲜 我觉得 你比黑黄还不靠谱 单凭一个古灵 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难以让人信服 本黄 怎么就不靠谱了 大黑狗在旁边 七个不服八个不份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真的 只是提供一个而已 段德说道 非常利索的 将自己的材料准备后 如果不是真人 那么肯定就是阴兵 他们知道 真正的考验来了 这片祖庙共有三十六层 前面还好说 并没有必死的危局 而最后这六层 就难说了 难保不会出现恶难 不然四大神朝与妖光 也不会止步于此了 再仔细看看 老瞎子很沉着 在那尸门背后 连着一个不可理解的世界 漆黑的雨夜中 血色的闪电 不失划空而过 大地上一队又一队 身穿古老甲咒的士兵 走过泥泞的道路 手中的黑色铁鸽鱼 战舰等有一种魔性 老瞎子也点头 没错 那是羽化神朝的古老战衣 当闪电划过 光滑照在那些甲咒与兵器上时 冰冷战衣上的特别纹路 甚至依稀可见 能穿这种甲咒的人并不多 唯有利过大公者 才能得到封赏 这是一种荣誉与身份 以及实力的象征 天兵甲咒很气派的名字 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羽化神朝的气魄 想一统天上地下建立不朽的神庭 即便军临中周 甚至统一武裕 也只是繁俗的荣耀 他们的最高希望是羽化非先 一直在为这个目标而不懈的努力 我有点相信了 盗墓贼说的可能是真的 齐罗说道 正正的盯着羽目中的那些天兵 与此同时 叶凡等人也各运转手段 感应到了那是血肉之躯的人 不是鬼妹 这让他们机灵灵打了个冷颤 羽化神朝想干什么 世人都说他们被灭了 可眼前所见有点诡异 他们的天兵还在世上 守护这座最高圣庙 走 去其他地方看一看 他们离开此地 进入其他庙宇小世界 此地每一层都有很多殿域 几乎都与下一层相连 走了几个地方 他们所见都一样 第31层的确有活着的天兵 同时 各座石门前都有修士停下 聚集了很多人 不敢贸然进入 人们都不想就此停下脚步 都怕被人截足先登 祖庙最中心的记载 惯呼甚大 也许有语化仙经 也许有横渡星域的秘密 也许有大地专属圣物 仙类绿金等 最终 一队古族人马最先行动起来 他们对人族 天生有一种优越感 那是在太古年间形成的 羽化神朝的祖庙 再诡异也不惧怕 迫切想得到 自古长存的绿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